哎,是你一连,我是小白 那么大家都知道啊 小白是一个画画的高手,对不对 小白每年呢都要画这个上万张人物画 算是人物画吧 火柴人也算人,对不对 算的 那么小白画火柴人呢是有一段非常悠长的历史的 小白从二年级,小学二年级就开始画火柴人 一直画到现在,现在大一 然后这段时间里呢 这个,我算一下多少年啊 这个,这个,这个 十一年,整整十一年 小白画火柴人画了十一年 小白今天才十八岁 那么现在看到二年级画的那些画呢 那些,那时候的火柴人啊,是这样的 还有这样的 以及这个样子的 后来呢,我给,我学会了给他们戴帽子啊 戴帽子 还发生了数不清的啊 这个世界大战 算是吧 也可以说是黑帮火柴吧 然后接着进化呢 我掌握了火柴人的各种动作 使他们变得有灵性了起来 对不对 给他们注入了灵魂 然后就开始出现了各种花里活哨的打斗 例如说,这张用刀切子弹 等等吧 这一类的这个打斗 然后今天的话呢 小白来教大家如何画本子 我的意思是如何在本子上画一个这个全副武装的火柴人 好的,那么首先呢 你要准备一块尺子 一张纸和一支笔 然后呢,把你的尺子放在你的笔上 然后量出五毫米的距离 这是我们要画他的头盔啊 咱们要先画他的头盔 那么这个大家可以看到啊 这个尺子呢 前面的三毫米 是他头盔的后半部分 然后画完这三毫米呢 在这三毫米上画一个小小的直线 然后提上来啊 提上来大概1.5毫米的样子 再画另外的两毫米 然后呢 画一个圆弧 一个头盔啊 就画好了 那么画好头盔以后呢 这个来画他的护目镜 这一点呢 没什么技巧 大家随便看看就会了 当然了 还有他这个 这个护目镜那条袋子上的小鸡旧包 算是吧 以及头盔两次的突袭啊 只要画一条线就可以了 这是很简单的 然后这是一顶两点旋 不扯这些 好 然后画完头盔以后呢 就来画这个火柴人的头部 这个头部的话呢 你可以尽量把他的头画的尖细一些 我知道这样看起来 跟其他火柴人就不是那么的相像了 对不对 但是呢 会让这个全副武装的火柴人 他整体效果看上去好一些 然后是他的防弹衣 你就当他是防弹衣呗 对不对 首先画一个大致的透明 透明就不用了 我说画一个线条啊 画一个大致的线条 一个类似于四边形 不是 那个矩形的一个线条 你们能理解吧 就是他的身体啊 那么这个身体要注意啊 这个前后呢 均要比头盔略窄一些 不要跟我讨论实际性 好不好 我只是看整体效果啊 整体效果呢 确实会比较好 就像封面的那样 然后在防弹衣的上面啊 画一个洞啊 下面画几个小小方框 然后就是他的战术背心了 那个洞呢 是他手臂伸出来的地方 当然呢 我们不考虑实际性啊 我们只考虑整体效果 这个洞其实就是他手臂的一部分了 已经 然后呢 是画枪啊 画枪 这个枪呢 是把枪托画在他的脖子和脸的连接处 枪托的长度大概是 大约是一个垂直的一厘米线条 不是什么一厘米 一毫米 一毫米线条 然后垂直于这一根线啊 呃 延伸出去 画个大概五六毫米啊 七八毫米都是可以的 看你显然他能不能拿什么枪了啊 拿狙击枪也可以啊 拿步枪也可以啊 拿火箭筒 也也可以啊 但是火箭筒不是那么画的啊 小白画过那个拿火箭筒的火山人 然后呢 画他的裤子啊 画他的鞋 鞋的话是比较难的 需要多多磨练 但是鞋的形状的话呢 没有什么好教的 对吧 只是涂黑而已啊 只是这样 呃 大家多练一练就可以很轻松的画出来 那小白事实上呢 画那么多 那么多双火柴人的鞋子啊 我至今没有画好 哎 对了 还有不要忘了给火柴人加上这个 护膝啊 啊 护肘 护肘看不出来 是吧 啊 这个手臂的话呢 对 手臂是一个很关键的地方 它是一个 手臂和枪啊 它们两个组成呢 是一个抽象的东西 啊 是一个非常抽象的图形 你可以看出来 你可以想象出来 呃 那是一个人 端着这把枪 但是呢 你真的仔细去纠结这个点的话 尤其是你画的时候 你根本就 想不到 这是一个人 在端着一把枪 就是这个部分的话呢 它是非常抽象的啊 大家 也是多练一练就好了 然后呢 在他的屁股后面啊 悬挂一个这个小子弹带 我也不知道那叫什么 战术包 啊 不管他 哎 然后呢 一个这个 呃 全副武装的火柴人 就算是换好了 小白经常拿这种火柴人去打丧尸 等等的吧 还有打个 打打过各司啦 好像没打过各司啦 反正呢 打打各种怪兽啦 好的 那么这期视频呢 就水玩 那个 录录录录完了啊 录完了 好的 那么本期视频呢 就到此结束 我是小白 我们下期再见 大家 拜拜